大家好,我是今年考取後期一的考生觀音全帳 那我來簡單的分享一下我考取的心得 那最主要我也是滿考多年的考生這樣子 那一路走來也是滿艱辛的 那我也是鼓勵各位同學如果有志要往這個方面的話 再怎樣痛苦都不能放棄 那我也是曾經被口試刷下來 所以更知道這些同學口試如果被刷下來 也是滿痛苦 但一定要堅持到最後不要放棄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接下來終點就離你很緊張 那最主要的部分就分成是剛講的關於心理方面的問題 那接下來的部分就是課業方面的問題 那課業方面的問題我自己是分三個時期 第一個是前半年就是電競基礎的時期 然後後三個月跟一個月這樣子 一個月就是我的重刺指導 那主要在就是基礎前半年的時候 我會就是收集各方面的題庫 然後好好的就是把媒體都做過 然後查資料 然後把老師的書看守 把老師的書看守之後 把自己的問題好好的重新檢討 然後把它寫在旁邊 那最後三個月的時候再複習 然後最中間也可以做自己的筆記 那最後一個月的時候我就是從事所有的題庫這樣子 然後把它全部都重做一遍 那我還是蠻推薦張文忠跟彪哥的 那張文忠老師他真的是把我不好的英文底子 我之前在國中高中的時候都沒有在念英文 那是老師一步一步的幫我把文法基礎好好的打好這樣子 然後他的單字也是很厲害 然後讓你從字根的方面可以著手 然後讓你一個字根可以背很多的單字 那他的文法也是不用說 讓你不會記得很多規則 但你會好好的就是把所有的片語那些都 他也都融入在他的課程當中 所以一個東西你上他的課會分 就是從覆念到三四次以上 這也是蠻有效率的 而且他不會 不會那些不會考的他就會拿來給你考這樣子 不會他只會針對最有 就是最有考題範圍最容易出來的 針對那些部分幫你做加強 那他的作文班的部分也是蠻有蠻厲害的 然後他我之前也都不再寫作文的 那也是因為張文忠老師幫我改這樣子 然後雖然一開始都寫得很爛 然後後來也是蠻有起色這樣子 那英文作文的部分也是 也是很多考生我之前也都沒有寫 那後來也是想說寫一下這樣子 那我覺得也是一個分數的重點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生物的彪哥老師 那彪哥老師的部分 他真的很厲害 他在考前的時候可以幫 在每個章節的前面 他就幫你建立成一個大架構 然後利用一個圖表的方式 幫你把所有這個章節裡面 應該注意的重點 先幫你網羅起來 然後之後他再把它打散一個一個 就是照著他的骨架下去 然後再幫你把那些肉填進去 比如說裡面下面的肢解的部分 而且他在回答問題的部分 十分的有耐心 不管是多麼基礎的問題 他都可以好好的幫你把他解釋清楚 然後尤其是他特別推薦他題庫班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是有寫過各版本的題庫 可是我還是覺得老師挑的題庫就是 就是把你容易錯的容易不會的 就是把你挑出來講 而且自己寫題庫的時候 沒有像老師的那麼有效率 而且老師在寫題庫 在幫你講解題庫的時候 就順便幫你檢討的每一個選項 有時候我們自己在寫題庫的時候 不會每一個選項都去檢討 那他幫你把它提出來的時候 一定會有各版本的看法這樣子 而且他可以順便幫你解釋這樣子 那以下就是我的看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